让小鱼回到水里 啊 也就是说 把两边木头这么一拨 走你 一道红烧河豚送给大家 开个玩笑而已 难道你们真以为我不知道怎么通关 左边是水 右边是岩家 是个名眼人他都能看出来 只要拨掉左边木棍 就能让小鱼安全入水 这关只有水池 那还不简单 四个木棍全都拔掉 去享受自由吧 一定是它重获自由 开心的飞过了头 绝对不是我的问题啊 你要做一只稳重的鱼 切莫心急 我来帮你从上往下慢慢移动 这样才有机会成功 兄弟们 上天摇 提可怜的小鱼就是会哥 这我也一直不想失败 让小鱼受苦啊 天摇就免了吧 要是不解气的话 大家不如在评论区发送炸弹稿 这个威力绝对够大 不是太远就是太近 那这样 先从上面拔两根 再从下面拔两根 取个中间值 应该可以了吧 下期关 首席的岩浆回来了 据我分析 肯定得让小鱼利用蹦床 进行反弹再反弹 我觉得我的想法没毛病呀 不知道了 是重力不够的原因 刚才我是按123的数据拔的 现在反过来 按照321的数据拔 让它从更高的位置落下 这样就可以弯摆入水 怎么呀 技术这一块 挥个我还是有点东西的吧 另外 谢谢大家的长按点赞 虽然有人还没点 那可能是棒了 但是我谢都谢了 我相信没点的兄弟们 都会给咱挥个铺上的 对不对 这地形可以呀 又有弹簧 又是一个360度的大旋转 那高地得让小鱼 体验一次过山车的感觉呀 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 那怎么回事 动力不够了 电空是微蓝色 换个顺序抽木棍 下面抽两根 上面抽两根 增加一点推动力 太阳的游戏画 这么刺激的项目 在余生大样得多提 咽几次啊 你说对不对 小鱼 激动的心 刹得的手 直接来吧 看看看 多么丝滑 这趟陆地你没白来 谢谢 一个字 绝 风扇 炸弹 和尖刺 好家伙 道具整得挺提权 小鱼旁边还有个 可移动的拉杆 画面观察完了 开始干正事 六边是岩家 所以首先排除这两条路 那就只剩下 被尖刺堵住的这一条了 好说 给的炸弹 不就是用来炸他的吗 最后往左那一推 简简单单 哎呦 又有新朋友了 难道是专门来接小鱼回家的 对对对 我还怎么这么不信呢 不管了 抱着怀疑的态度 事实再说 先用一个炸弹 向你给尖刺 再抽点二号木棍 放出小鱼 下面的装置可以旋转 去吧 去找你的小伙伴吧 来来来来 我就知道了 狡猾的鲨鱼 果然没按什么好心 怪不得给了两个炸弹 原来剩下的这个 就是给你留的 来 尝尝炸弹的威力 留了留了留了 小燕 我的鱼是你想吃就吃的吗 你做梦去吧 看体型 这条小红鱼 总不会是敌人了吧 画面中蓝色的东西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传送门 接下来按照惯例 炸掉金刺 最后团团圆圆 共动于上 但是鱼不可貌相 那就只好把你解决掉 给你两个选择 是想被我做成炸鱼呢 还是想被我做成刺身呢 我不要 我不要 哎 不如就两个一起吧 爸说怎么谁都想吃这个河豚 他们难道不知道 河豚是有毒的吗 接着看下一关 小红鱼还挺坚持不懈 誓死要吃到小鱼 这我能让它得偿 当然是不能 刚好下面有两个池子 一鱼一池 你就留下错我的宠物吧 哎呦喂 你还挺冷啊你 那我不管你总行了吧 我让小鱼单独落到水里面通关 搞错了 再来 发生点小意外 那也正常 我可不是在说大话啊 事实就是 只需要让小鱼进水 就能通关 说个 但我就偏了这个小红鱼 说的心服口服 又来到了这一步 不要心急 慢慢的往外抽木棍 等到小鱼恰好落下的那个点 再这么一顿 哎 辉哥我玩的就是技术